近來和平島地質公園吸引許多泰國遊客慕名而來 遊客說主要是透過臉書社群按圖所寄 來到這裡覺得基隆的海景和泰國很不一樣 基隆有河與山河 但是泰國有河與山河 他說在泰國只看得到沙灘的景 但我們這邊可以看到開闊的景 然後看到那個岩石的景色 所以跟他們在泰國看到的不一樣 然後他在社群上看到一直有人很擔心說 基隆是Rain City 是下雨的城市 他很擔心會下雨 但是他們來的時候沒有下雨這樣 幸運 他們在Facebook的社群裡面有人討論 所以他們就來基隆 不少泰國遊客來到基隆和平島旅遊觀光 原來是觀光署去年邀請泰國網紅攝影師 來台拍攝許多美照 進行好幾波宣傳效果顯著 那去年裡面觀光署的泰國辦事處的部分裡面來講的話 他真的就找一個網紅 他有拍照 那拍照了以後在社群上面去經營 所以確實有很多人叫做暗圖所記 看著那些的照片 那他們就是要來這邊 那這也是另外一塊的部分 就是我們確實會有一些 除了泰國以外的也會有其他的 不同的所謂的東南亞國家的部分裡面一起來 那我們就不用講港澳 其實港澳來這邊 他們的旅遊方式裡面的話 他們其實更容易可及的到這裡來 應該是說大家都有努力 我必須要講大家都有努力 甚至就是說如果是遊客自己來 他自己分享 其實我們再來講就是說 我們都會講叫做口碑宣傳 口碑宣傳的一個東西是 其實自己的親朋好友來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說 你去那裡怎麼去好不好玩 然後大家會覺得說 那我下次來的時候我也願意去 對我覺得這個口碑宣傳其實是有用的 就是說它也許不是一觸即成 但是它確實會是那種就是細火 就是細水常流行的 會慢慢的慢慢的再帶過來 位在基隆的和平島地質公園 已經成為國際知名景點 管理團隊近年獲獎連連 今年更一舉獲得 第一屆台灣觀光金獎團體獎的 觀光界最高榮譽 其實去年我們大概八九月的時候 陸續獲得一個國際的 像剛剛有講到了帕塔的金獎 還有全球百大的綠色故事獎 那今年也很榮幸 我們都形容自己是空前又絕後 因為其實我們觀光人 或者是一些產業團體 其實我們有一個最高的榮譽 就是以前叫做優良產業的 從業人員還有團體獎 那今年是第一屆的觀光金獎 所以我們今年很榮幸的獲得了 第一屆的觀光金獎的殊榮 去年我們也拿到了個人獎 所以我是說是空前又絕後 那其實也代表了這幾年 其實我們所有團隊的夥伴 的一些投入跟付出 希望讓河冰島讓人家看到不一樣 不是大家可能十幾二十年前 想像的河冰島的那種樣子 我們把不必要的東西 去把它淘汰掉 把最好的一些樣貌 去呈現給大家 所以不管是它的地質的一些保護 如何去親近這塊海洋或土地 其實我們有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體驗設計跟課程跟活動 所以也很感謝這一次所有的委員 給我們的一些肯定 讓我們可以讓這麼好的東西 讓人家知道 所以團隊其實在未來的發展向 在今年我們有一個目標 希望可以跟國際接軌 再減碳 再永續 這方面我們自己也有一個自己的目標 希望今年可以有更好的一些 未來的一些想像 呈現給大家 觀光署在很多個駐外辦事處裡面 其實他們會有不一樣的部分 像我們其實紅月這邊 他也其實一直都有在配合著 就是我們都會有所謂的彩線 例如說會有日本的媒體彩線團 或者是旅行社的彩線團 那來彩線的時候 我們就是依照這個季節裡面 他們可以用的方式裡面去告訴他們 就是說你來這裡可以看到什麼 我們提供什麼樣的服務 在政府與產業一起攜手努力下 共同努力把基隆亮點和平島地質公園的自然美景 持續推廣到世界舞台 記者黃瑞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非常得正的 應該是當然 我們也可以 我們有一個想像 我沒有想像 我們可以做一個